大家好 我是Julie Liao 廖立音 今天是7月29号2021年 那我从网路上拿到这张照片呢 今天想左手来画一下这张照片 那现在呢做一个画前分析 首先呢 这张照片呢 比较吸引我的是在我最近对 紫色跟蓝色的一个色彩上面的兴趣 想要对这色彩方面呢可以多了解 那乍看会觉得他这个花就是在同色彩方面呢 去做一种明暗程度不同的表现 那事实上仔细看起来呢 他是有不同的颜色 事实上他是不同颜色也不同色彩 跟不同明度的展现 所以呢他带了红带了蓝 那甚至带了紫红的暗色 跟浅色的这个粉色的感觉 所以他其实是挺精彩的 在不同色彩方面也展现了不同明度 然后下面这一朵就是 他明度会比上面这朵再暗一点点 那一样他包含了这个蓝啊红啊 然后紫方面的这个一级色跟二级色都包括在里面了 然后呢他有一个冷光的处理 因为平常我们都是用暖光的处理在表现那种光线嘛 那现在其实冷色的蓝呢也是一种光线的 在画布上在光线上面让他亮起来一种冷光的感觉 所以呢这是我觉得很感兴趣的地方 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绿色部分 他也是亮起来了 就是绿色呢基本上就是同色彩一样是绿 但他不同的明度来展现 那怎么样他让他轮廓呢 轮廓是受光的感觉 是整个是在画布上是亮起来的感觉 那这一个点呢我是比较有信心的 那所以呢我选这张照片就是 他的绿在前面指在后面 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互为主角 然后也互为配角 那整个画面看起来我觉得是很好奇的 就是我怎么样让冷光的亮 绿跟蓝方面怎么样让他在画布上面亮起来 那一般我们的光线都是由上而下 今天比较特别的是他的光线似乎是从这边过来 或从正前方过来 所以他这个绿呢是完全是受光的 好那整个绿色就是会亮起来的感觉 这是我今天想要尝试去做到的 那有一些背景方面 好明度色彩我们说过了 那他的交界呢当然他的 他这些蓝光是不同色彩的交界 那他edge呢就会放在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然后他光线从这边穿越过来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edge 好那他背景呢就是这边我会彩暗 然后因为光线从这边过来 所以慢慢慢慢的会由这边这样亮起来 那还有明度色彩edge平衡交界笔触 这个笔触呢可能就是要放在前景的部分呢比较多 尤其是这些叶子的部分 就要稍微看到跟没看到 是有若无这样的笔触呢 就会让画就是更活耀起来 那就不会整个把它边缘线呢画得很僵硬这样子 好那画前分析就讲完了 现在我们就动手来画画看 是不是如我所想的那个样子 谢谢大家